我们已经用一段的时间来看圣经的各卷书 我们也看了旧约 我们也看了新约 新约的时候 我们读了整个四个福音书 上一次的聚集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的是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之后 我们有使徒行传 我们读新约的时候 先来看使徒行传是记载 其实使徒行传是后书 它的前书是路加福音 它的后书就是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之后 接下来我们看的是罗马书 罗马书在圣经里面有个称谓 叫做书信 为什么叫做书信 因为整个在新约的27卷里面 有13卷书是保罗所写的书信 也就是他实际写的信 给当时的教会 所以当在写书信 在写信的时候 它是这个样子 它非常像是你在讲电话 你在一个房间里 听到旁边人在讲电话 你的家人在讲电话 你听不见对方在说什么 但是你会透过这一方 你所听见的声音 所讲的内容 大概也可以猜得到 对方在想什么 在想什么 在讲什么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是 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 那为什么说这是一件 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呢 因为他把福音 非常清楚完整的交代清楚给我们 你一定要知道说 在这个之前 当保罗写这个信 给罗马教会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圣经 只有旧约 并没有新约的一个存在 所以那时候人们信了耶稣之后 人就有许多的问题 那我认为 那个罗马福音 大概是把 罗马书 大概是把这个整个福音 讲解的最清楚的一卷书 它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今天我们要读 非常多的经文 那当然我没有办法 全部都解释清楚 把它解释得完全 但是我要把那个 核心的一些的思想 能跟大家来分享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先来读一段的经文 是在罗马书的第一章 我们从第一节来看起 记得我们是在念神的话 我们来念第一节到第四节 然后念第一章的第十六节 来 从第一节开始 我们一起同声来念神的话语 一起来 耶稣基督的仆人 保罗奉赵为使徒 特派传神的福音 这福音是神 从前借众先知 在圣经上所应许的 论到他儿子 我主耶稣基督 按肉体说 是从大卫后裔生的 按圣善的灵说 从永死里复活 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第十六节 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所以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 这是保罗所写的 他告诉我们说 他的身份是使徒 这个使徒用来做什么呢 他是特派传福音的 所以他要表达一件事情 这个福音的一个重要性 福音不是只是听人 让人家听信了这个福音 然后可以信主得救 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 不是的 他要清楚地来告诉我们说 这个福音是一辈子的事情 这边保罗讲说 这个福音 他特别指这个福音是论到 神的儿子 主耶稣基督 也就是说 当我们在讲福音是什么的时候 这个福音是有位格的一位 他是谁呢 他是耶稣基督 也就是我们不是只是 给你传一个福音是好消息 这个福音呢 更想要表达的是 他是有位格的 圣经里面讲到说 耶稣说呢 我就是道路 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 他是道路 他就是真理 他就是生命 所以真理不是一个道理 真理是一个有位格的救主 他叫做耶稣基督 这边保罗要讲就是说呢 他要传的这个福音呢 不是一个消息而已 他要传的这个福音是 这一位有位格的耶稣基督 而且呢 要告诉我们说 这个耶稣基督 所已经为你跟我所做的事情 因为关系到你跟我 所以这是大好的消息 我们在约翰福音看到 我不晓得多少人 有记得我在这边 讲约翰福音的时候 有讲到说 约翰有告诉我们说 他为什么要写约翰福音 不晓得有没有人记得 感谢主 谢谢 他说他记载了所有的神迹 是为了要让你知道 这位耶稣 他是基督 主啊 来我们先从约翰福音来看起 这个他借着他所行的 要来证明这个耶稣 很多人都叫耶稣嘛 但是他不是只是一个普通的人 他是救主弥赛亚 他是基督 而且呢 他不只是拯救者 他乃是神的儿子 他自己就是神 叫那一切相信 他是基督 是神儿子的 可以得着生命 你说是不是呢 所以保罗这边呢 他不是约翰 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在讲 他说呢 这位基督呢 因从死里复活 以大能名证 他是神的儿子 各位 如果他告诉我们这些 他要做的一切的好消息 但是最后他还是死了 那他就跟所有宗教的开创者 那个所有宗教的教主是同样的概念 他们讲了 但是也都死了 所有的教主 所有的这些宗教的开创者 你都可以找得到他的坟墓 你知道他在哪里 你知道他有开始 然后他结束了 只有基督 只有这个基督的信仰是告诉我们说呢 他不是只是教导我们 他乃是从死里复活 以大能名证 他是神的儿子 我再讲一遍 今天不是说从死里复活的到处都是 你要选择一个 不是 在所有的这些信仰里面 就只有一位 你找不到他的坟墓 你到以色列 你到耶路撒冷 是找不到他的坟墓 他的坟墓是空的 那我不是来这边跟你证明 为什么他是复活的 我先来告诉你 大保罗的意思是说呢 他因为从死里复活 以大能名证 他是神的儿子 但是呢 第十六节 他讲 他说十六节 我们在一起同声来念好吗 十六节很重要 一起来 我不以福音为止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这边呢 他要告诉我们说 他特别在指的两种人来讲 一个是犹太人 一个是希腊人 你说呢 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呢 希腊人是一个统称 就是呢 所有不是犹太人的 都叫做希腊人 所以呢 我们也包含在这样子的一个范围里面 或者是另外一个讲法 一个是神的选民 一个是外邦人 其实呢 我们就叫做外邦人 我们不是生下来是犹太人的 可能中间有少数 是生下来是犹太人的 那我不晓得有没有 你要不要问旁边是不是犹太人 你说他看起来蛮像犹太人 大部分的时候呢 我们的不是 所以那时候罗马教会的时候是 又有犹太人 又有不是犹太的人的一个组合 所以他都从两个方向来讲 就是对犹太人是怎么样子 对不是犹太人的 又是怎么样子 但是你仔细听喔 他要讲福音 这个福音呢 他说是神的大能 The power of God 好像很厉害 但是这个大能是用来干嘛的呢 他说是用来拯救我们 各位最亲爱的朋友们 弟兄姐妹 他是这个样子 因为可能很多是第一次来到教会 我要跟你解释 很多事情呢 如果你对一件事情 你不晓得它的背景 你不晓得它当所处的一个环境的时候呢 你不大能明白这个事情 它的一个意义是什么 还有它的一个重要性 这边呢 这边讲 这个罗马书在讲说 这个福音很重要 是神的大能 要干嘛呢 要来做拯救 但是呢 你如果不了解它的背景 你就想不出来说 这福音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到底在讲什么 为什么这事情这么重要 一切呢 跟它的环境跟背景 是有关系的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 我在准备这个的时候 我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 突然我想到一个 小时候发生的一个事件 真实的事件 我那时候很小 大概幼稚园要上小学的那个时候 大概六岁七岁 我不记得实际的年龄 我有三个妹妹 她都比我小两岁两岁两岁 那有一个下午呢 我记忆很清楚 就是爱玩 所以从家里呢 要跑到外面去 那我们家是这个样子 我不晓得那个家是在哪里 但是它是一个有楼梯的 从二楼吧 三楼来二楼 就是走到楼下 然后就是一个 一走到楼梯的 最后一格的时候 就是走廊 然后再来就是马路了 所以我们很喜欢 蹦蹦跳跳 所以我要证明说 我才很厉害 所以我在下楼梯的时候呢 大概剩下三四阶的时候 我就会用力的往外跳出去 看我可以跳多远 就很厉害 结果我在二十阶的时候 就往外跳 不是没有 大概只有二阶就往外跳 你看我跳多远 那我一个二妹妹呢 就跟着我后面 有样学样 所以有一个下午呢 我就这样子又这样子往外 一跳出去跳到走廊的时候 我跳出去的时候 后面就有一个摩托车 从我旁后面这样冲过去 那冲过去的时候 刚好是我二妹跳出来的时候 就撞个正早 结果原来是那时候的邮差 你知道邮差那时候 骑的摩托车是绿的 穿的也是绿的 我不晓得邮差到底穿什么颜色 我现在很少看到邮差 我就听到 等我听到的时候 看到那个摩托车过去 刚好是我二妹跳出来的时候 她直接那个摩托车的 前面的那个轮胎的 那个挡泥板吧 就直接插到她的这个额头 所以呢 等我回过头看的时候 只看到鲜红的血喷出来 因为它插进的是她的动脉 不是静脉 静脉的话流血 对不对 动脉的话是直接喷出来 所以我只 因为为什么呢 那个记忆太深刻了 太强烈了 那妹妹小 她就插进去的时候 整个喷的时候 那个邮差 我只记得那邮差 二话不说 就把我妹妹抱起来就开始跑 抱了就开始跑 这样子 我那时候小公不晓得说 她发生什么事情 抱了就跑 你猜她跑去哪里 医院嘛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个孩子这样子在喷血的话呢 你如果不马上去找到医生 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有生命危险 你听懂吧 所以如果呢 我为什么讲这个例子呢 在一般的环境里 你看到医生 你会觉得这个不错 医生你都是专门在救人的 在帮助人的 蛮好的不错 蛮值得尊敬的 Good for you 对不对 跟一个人呢 在生死关头 在紧要的时候 那个医生呢 就不是只是一般的医生了 你知道吗 那个是成为什么呢 拯救你的人 也就是说呢 环境呢 是你的背景 你的情况 是决定你怎么看待 每一件事情 如果你今天走在路上 碰到一个人 你问他说 你做什么工作 他说我是一个救生员 你觉得救生员 那不错 你一定很会游泳 对不对 可是如果今天你 或者是你的孩子 在游泳的时候 溺水的时候 救生员就成为一个 重要的关键了 你说是或是不是呢 可能一般在你 没有那个需求的时候 你不觉得这个人 事物是重要的 但是在一个 对的环境里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花这个时间 来跟你解释 是有原因的 这福音乃是神的大能 因为对你跟我来讲 是无感的 他要拯救我 然后先救犹太人 再救希腊人 救一些不是犹太人的 这到底跟我什么关系 unless 除非你真的看清楚明白 我所处的处境 为什么我需要这个福音 否则这个福音 对你跟我来讲是 无感的 我父亲 我讲过 我很喜欢用他的这个例子 他当医生的时候 其实他在1999年的时候 在一次见检的时候 那在当初 一般的见检 都是只有抽血 你知道早期的时候 并没有什么超音波 什么CT scan 什么MRI 核磁共振 现在实在是各式各样的仪器 以前的时候没有 以前的时候 我父亲是妇产科 他在用超音波的时候 超音波对我来讲 像算命一样 为什么呢 为什么你知道 超音波一开始的时候 是用在妇产科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知道 想要是生男的跟生女的 但是我从以前的时候 就看过 那个早期的超音波 那个有看到 跟没有看到是一样 所以我称他为算命 恭喜生男的 后来不对 是他的手指头 看错了 其实根本不知道的 那我父亲 在1999年的时候 他抽血的时候 那时候帮他检测的医生 就跟他讲说 黄医师 现在这个 腹部扫描是免费的 你要不要扫扫看 他说免费 那好吧扫一下 结果一扫的时候 才发现 他有一个8.9公分大的 一个肝脏肿瘤 他验血的时候 是验不出来的 各位 从那个时候 他才发现说 那糟糕了 他真的需要人家帮忙 所以他就到处去找 到底哪一个医生 对肝脏的开刀 是权威的 我想跟你表达的是 他有这个肿瘤 可能有一阵子 但是他从来不觉得 他有需要 为什么呢 因为看不见 各位 你跟我的一个情况 是这个样子 很多人觉得说 基督教可有可无 到底在讲什么东西 今天因为保罗写这个书信 罗马书的时候 其实写得非常的完整 他先给我们一个背景 告诉我们说 为什么有需要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切入 那会花大家比较多一点时间 为什么呢 因为你怎么看待你的背景 是关键 我们先来看 罗马书第一章 比较长 19到32节 但是请你帮助我 在念的时候 你一边念 你一边要 一边听你自己在念的 一边要思想 他到底在讲什么 我们来念 罗马书第一章 从19节一起来 神的事情 人所能知道的 原显明在人心里 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 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和神性 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 但借着造物之物就能晓得 叫人无可推诿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 却不当作神荣耀他 也不感谢他 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 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自称为聪明 反成了愚拙 将不能守坏之神的荣耀 变为偶像 仿佛必守坏的人和非情 走受昆虫的样式 所以神任凭他们 乘着心里的情欲 行污秽的事 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 他们将神的真实 变为虚妄 去敬拜受造物之物 不敬那造物之主 主乃是可称颂的 直到永远 阿们 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 可羞耻的情欲 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 变为逆性的用处 男人也是如此 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 欲火攻心 彼此贪恋 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 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 他们既得故意不认识神 神就凭他们存洁癖的心 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装满了各样的不义 邪恶 贪婪 恶毒 满心是嫉妒 凶杀 竞争竞 诡诈 独恨 又是惨悔人 背后说人的 怨恨神的 五慢人的 狂傲的 自傲的 捏造恶事的 违背父母的 无知的 被约的 无亲情的 不怜悯人的 他们虽知道神判定 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 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 还喜欢别人去行 所以他这边有一个关键 是在第20节说 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勇能和神性是 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 就可以晓得 叫人无可推诿 然后后面 第28节说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 神就任凭他们 存邪辟的心 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情 所以请你看我 他有一个最基本的概念 就是说 我们这个人的存在 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创造者 我们的生命是有源头的 虽然眼睛看不见 但是借着他所造的 你就知道说 他的存在 但是我们人 故意选择不去承认他 反而去追求那受造者 然后去追求受造者 把受造者当作创造者来看 那个称为是偶像 那神就任凭他 随着自己的情欲去过 他想要过的生活 请你仔细听 罪呢 我们把罪都觉得很难听 罪是讲这个人不道德 他做不对的事情 他杀人放火 但是圣经其实讲的 不是只是如此而已 他最基本的要讲的就是 我们人因为跟生命的源头 分开了 选择离开了这个生命的源头 以至于我们这个人走偏了 以至于我们这个人后面 因着离开了他 而衍生出来 各式各样奇怪的现象 这边全部都记载在这里 但是呢 首先你要来看一件事情 他要讲就是说 虽然 他这边做一个比喻 犹太人呢 神有向他们显现 告诉他的存在 而且把律法 把实戒告诉他们 但是外邦人 我们呢 并没有实戒 我们并没有这个律法 但是保罗说呢 虽然没有 也看不见 但是透过神的创造 你是可以知道的 你是可以明白的 只是你要跟不要而已 举个例子 我接下来给你看一个图 当你看到这个图的时候呢 请问一下你看到了什么 你看到的一个是 非常精密的一个手表 对不对 你看到他的时候呢 你会不会想问说 这个是谁设计的 这个是谁 制造的 这是哪一家公司的 对不对 那请问一下 你看到这个手表 它是有目的的吗 它有目的吗 今天是怎么样子 我只是讲罗马书 大家突然都当机了 手表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它是来计时的 对不对 它来报时 让你可以知道的 各位 当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表的时候 你会认为 它是不小心碰撞碰撞的时候 经过若干年的碰撞 它突然变成这个样子吗 只有两位其他的 当你这样子讲好了 如果我们今天有机会 我知道现在 真的这个Elon Musk 正在研究怎么到火星 对不对 如果我们到了火星 真的人到了火星 一下去的时候 走没几步 看到地上有一只这个 你会说什么 有人跳了 看哪一个牌子的 可不可以拿去卖 不会嘛 你会觉得说 怎么会有这个 这个一定是有智慧的人在这里 这个是一个智慧的设计 而且是有人创造 而且它是有目的的存在 还是你认为 你看到这个 你会认为说 它是一个 漫无目的的 不知道为何的一个存在呢 各位 你看到这样一个精细的东西 你第一个反应就说 这里一定是有智慧在里面 Intelligence 而且是有人设计过的 对不对 而且不止有人设计过 这是有人做的 他不会自己就这样子发生的 是吧 你会不会认为 这是一个合理的一个结论呢 对不对 你到一个完全的地方 你看到这个 你就说 有人存在 有智慧的人在这个地方 是吧 再给你看下一个图 请问一下 你看到这是什么呢 眼球 对不对 你知道我们的眼球 是多么样子的一个 一个精密 精细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照眼球 你回去照镜子就可以了 你自己就有一个 我看大家在照相 现在看到任何PPT都要照 这是为什么我不做PPT 你知道吗 但是为了讲圣经没办法 请你看我这边 你知道现在最厉害的 这些的摄影机 从以前的什么 到HD 1K 4K 到8K 了不起 你知道你是否相信 一个摄影机 比手表还要精密呢 你相信吗 不相信 相信 以前的时候我在学摄影 高中学摄影的时候 你知道光照一张相要花多久时间吗 我要先调那个光圈 然后再调它的这个快门 还在这个对焦 对不对 然后你按下去 只能按一个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底片很贵 不能随便按 其实很多时候你照的时候 你都不晓得你照了什么东西 对不对 因为你要做干时间之后 它洗出来才知道 成功成功 多少人现在你拿了手机 照相一按 就可能一次按 就按24张了 一按 全部都照下去了 是吧 各位啊 你知道啊 你有一个随身的随配 是在你的眼睛 是随时它都会调的 你知道吗 根据了它的灯光 根据它的距离 它的采光 它的光圈 全部都是built in 是内建的 跟你旁边讲 眼睛是内建的 这边有些人是外挂的嘛 如果我跟你讲 这个都是 它是进化来的 若干年 随便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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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出眼睛 如果是的话 那为什么大家都长得刚刚好 而且都是 你知道眼睛分太开不大好 你知道吗 眼睛分太开 全部合在一起 也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你有看过那种 眼睛是嘴巴打开 眼睛才跑出来的吗 那个叫什么呢 异形嘛 对不对 你看只有宜恩喜欢我的笑话 他觉得好笑 也就是说 各位 在一切的这个里面 你不要去看别的 你光看到你自己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我这个人呢 是有intelligent design 是有智慧的设计 而且是被创造的 而且它是有目的的一个存在 再看下一张 你看这个 是我以前在读医学的时候 他看到说 我们一个人 你知道 每一个地方分布的各种的神经 那个叫什么 nerve 神经 它吸到一个地步 你感受得到它的温度 你感受它的振动 你感受到所有的 而且你现在要站起来 马上就可以站起来 你要蹲下去 就可以来蹲下去 对不对 它可以完全按照你所有想要的 来进行 各位 你有晓得 神在你身上的一个设计 在创造 是多么奇妙的吗 几年前 我去医院探访一位长辈 这个长辈呢 对这个国家非常的有贡献 是一个非常值得尊重的长辈 他中风 我去看他的时候说 这位伯父我来为你祷告 他抓着我的手跟我讲说 黄牧师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我到生病才知道 人要上厕所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我光要起来尿个尿 都做不到 从前呢 多么简单 我要上厕所就上厕所 我要干嘛就干嘛 只有生病的时候 才知道 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亲爱的朋友们 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呼吸 你都没有感觉的 你在睡觉的时候 你也不用跟自己讲说 记得要呼吸 只有那个什么睡眠中止症的 对不对 常常讲说 他已经十分钟没有呼吸了 要做先了 其实呢 都是完全是内建在我们里面的 但是我们呢 因为健康都没有感觉 人只有在生病的时候 才知道神的创造 是有多么样的一个奇妙 再看下一页 这是人的这个DNA 这个基因 各位 你所有再厉害的电脑的程式 都比不上这一个 为什么呢 不要一直看我 你也不知道DNA是长什么样子 各位 你一定要明白 我们的基因 只要稍微长一点点 短一点点 你马上变怪物 很多人成为畸形 是因为他的DNA 有稍微改变 所以他生下来完全不一样 你知道我们长成这个样子 都是因为这个programming 然后我再跟你讲一遍 如果你现在成年的之后 你DNA有改变的话 你会得癌症 那得癌症之后呢 他的结局是什么 死亡的 对不对 所以请你看我一件事情 当你明白的时候 你知道这一切不是自己发生的 所以圣经里面讲说 当你看到受造物 当你看到创造的时候 你心里面会有一个声音就说 一定有创造者 可是呢 看我 当我们不把创造者当创造者 看 我们把受造物把它提升起来 当作神来拜的时候呢 神说这个人就变了 变得昏暗 变得愚拙了 然后呢 他会任凭人去做各式各样的一个情况 他过各式各样的一个生活 就随着他的情欲去的 你知道 华人呢 你要跟他讲说 人是有罪的 他非常不愿意接受 非常不愿意接受 常常会跟人家跟我讲 举个例子 Hero跟我讲 我说 弟兄你有罪 我哪里有罪 对不对 我一辈子 怎么样 可以什么样子 问心无愧 我跟各位讲 你自己有没有罪 问你不准 问你另外一半最准 我来问Joyce 他有罪吗 不要回答我 你的孩子其实看得最清楚 你的父母亲也看得最清楚 你听懂我在跟你讲什么吗 各位 只有当我们明白 我们人呢 有一个很真实的问题 而且现在就有 除非你真的有看见 否则你根本不会觉得 你有需要福音 神的大能来帮助你 再看一段的经文 因为赶时间的关系 我们来看第二章 我们来念下去 第二章来 我们从前面开始来念起 你这论断人的 无论你是谁 也无可推诿 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 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 因你这论断人的 自己所行 却和别人一样 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 神必照真理审判他 你这人啊 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 你自己所行的 却和别人一样 你以为能逃脱 神的审判吗 还是你藐视他 丰富的恩慈 宽容 忍耐 不晓得他的恩慈 是领你悔改呢 你竟认着你 刚硬不悔改的心 为自己积蓄愤怒 以致神震怒 显他公义 审判的日子来到 第六节是 他必照个人的行为 报应个人 第十一节是 因为神不偏待人 然后在第三章 第九到第十二节 我们先把这几段念完 我再一次告诉你结论 第九节一起来 这却怎么样呢 我们比他们强吗 绝不是的 因为我们已经证明 犹太人和希腊人 都在罪恶之下 就如经上所记 没有一人 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 没有寻求神的 都是偏离正路 一同变为无用 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也没有 所以罗马书是这样 保罗因为他非常有学问 他在讲一些概念的时候 他又会去引证 做一些的辩论 所以他会越讲越多 越讲越大 所以我只能把他 拉回来给你看 所以前面保罗要证明 给那个不认识神的人 讲说 其实你是可以知道他 但是你选择不知道他 所以你离开了他 以至于你活在罪中 当他讲这样的时候 犹太人会拍手 保罗你讲这样是对的 没有错 外邦人就是有问题的 然后保罗讲完 外邦人就转过来说 你犹太人更严重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整天在 因为你有圣经 你有旧约的圣经 你有这些的律法 结果你拿这个 都是来论断人 但是你自己的行为 并没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 这是我们很多人的问题 你懂得越多 不代表你生命有改变 你直接只是说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 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成为一个论断人的人 阿们 所以他的结论就是说 无论是犹太人 无论是希腊人 外邦人都一样 都是犯了罪 然后圣经里面 一直重复一句话 叫做神不偏袋人 跟你旁边讲神不偏袋人 你不要以为你是犹太人 你是以色列人 你就比较特别 你是外邦人 你就没有盼望 或者是你是基督徒 你就比较好 没有的事情 神不偏袋人 神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 阿们 所以后面他就有一个结论 是在第三章的19到28号 各位 今天我选的这些经文 虽然是跳着的 但是你如果好好跟上的话 你会有整个的一个脉络的 大家一起加油 19节 三章19节 一起来到28节 一起来 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 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 好塞住个人的口 照普世的人都服在神审判之下 所以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阴行律法 能在神面前称义 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但如今神的义 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 有律法和先知为证 就是神的义 因信耶稣基督 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并没有分别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归缺了对神的荣耀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救白白的称义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 是凭着耶稣的血 借着人的信 要显明神的义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 宽容人先前所犯的罪 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 也能知道他自己为义 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既是这样 哪里能夸口呢 没有可夸的了 用合法没有的呢 是用立功之法吗 不是 来用信主之法 所以我们看定了 人称义是因着信 不在乎遵行律法 来麻烦你看着我 回到我父亲的那个例子 他生病了 但是他看不见 所以他不知道 所以他不会去寻求帮助 所以呢 一定要有一个方式 让他看到说 他真实的一个情况 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神给我们律法 像一面镜子 好让你知道 你现在的一个状况 所以当你看见之后呢 就像你看到你的问题 你会去寻求帮助 但是呢 很多的时候呢 这些宗教的人士呢 就是当他有律法之后呢 他反而想办法去遵行律法 但是律法设立的目的不是这样 律法的目的是让你看到说 你有问题 你救不了你自己 所以你需要别人的帮助 各位你听懂那个意思了吧 所以呢 很多的时候呢 我举个例子 我们在开车 我们开车的人会习惯看一下 这边的规定的车速是多少 为什么呢 如果没有看到一个速限 你不晓得我现在是超过 是太快 还是太慢 你了解我那个意思吗 因为呢 你没有一个标准在那个地方 但是呢 圣经里面这只是一个比喻 这比喻是告诉我们说 这个律法是让我们看见 我们有问题 其实呢 我们人呢 是有困难 修改 我们人呢 其实是有问题 他守不了 律法 这个呢 有养过孩子的就会知道 尤其是养这个儿子的 我记得那时候很清楚 那时候我们常常在教孩子 我最记得 四个儿子里面 我那个老大 我们跟他讲说 儿子 来 这条线 我要跟他讲 这条线 不要超过 我根本还没讲完 他脚就超过了 为什么 为什么 是这样子吗 不能过吗 是这样吗 这样吗 这样吗 我没有讲之前 他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倾向 我一讲的时候 他就要过去 儿子 这个玩具都可以玩 就这个不要玩 为什么 我玩这个会怎么样 我们人有一个性格 律法不是要帮助你 就是说 我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人 律法是给我们照镜子 看到就说 我们有一个真实的状况 我们需要去找一个solution 一个答案 就是让人看到就说 我需要被帮助 然后这边讲了一句话 很重要 他说什么 他说 没有一个艺人 一个都没有 我们没有人寻找神的 我们没有一个人来找他的 所以他告诉我们说 这是我们人真实的问题 所以我们继续再看下去 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再看下去 再看这一节是第五章 在念之前 我再把它讲清楚一点 刚才他在讲这个整个东西 你一定要有一个清楚的看见 当人离开了这个神的时候 他后面会演变出 各式各样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最终的一个结果 就是带来死亡 就像当我妹妹 她受了伤的时候 你要马上找东西可以解决她 找一个人帮助她 否则她的结局就是死亡 所以当人离开神的时候 他会带来其他的一些的问题 他不只伤害自己 他也会伤害别人 更重要是最后他的结局是 他会死亡 很多人会讲就是说 死掉好 死掉一了百了 很多人他活的 他就说太痛苦了 我宁愿死掉 不要有感觉 但圣经里面要表达一件事情 你有点误会了 就是人的灵魂是不灭的 也就是虽然你死了 你人的灵魂 人就是在那里的时候 你人就有知觉 也就是你之前是痛苦的 你的痛苦当你死的时候 会进到永恒的痛苦的里面 那其实是更恐怖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这边整个要告诉我们 就是说我们人有一个 非常真实的一个问题 需要有外力的介入帮助你 那这个外力的介入 他这边要表达的是说 神不是只是要来告诉你跟我 你是有问题的 神是要来表达说 他要来解决我们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 他要来为你跟我做的 听听 所以是叫做恩典 他要来为我们做 但是普遍人 借着宗教是说 不用你做 我自己想办法来做 那个叫做立功 也就是我自己努力的 想办法去达到 也就是说 人在遇到很多的问题的时候 他想办法借着自己的修行 可以变得是更好的 我们在下一段经文 就会看得很清楚 神告诉我们 这个拯救的方式 不是靠着努力 拯救的方式是靠着 他所给我们的恩典 来我们一起来读下一段的经文 是在第五章第六节到第十一节 第五章第六节到第十一节 从第六节一起来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基督就按锁定的日期 为罪人死 为义人死 是少有的 为人人死 或者有敢做的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敢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写称义 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 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 且借着神儿子的死 得与神和好 既已和好 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 不但如此 我们借着我主耶稣基督 得与神和好 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 在华人有一句话是这样讲 他说呢 人非啊 圣贤 下一句是什么呢 孰能无过 谁能无过 那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没有义人就是说 我跟你讲啦 都不是圣人啦 对不对 不要对他太苛刻啦 对不对 他就是一般的人嘛 这是一种讲法 另外一种讲法呢 就是说 哎呀 他不是圣人嘛 他人谁不会有过呢 那悔改就好了 对不对 改进就好了 你听懂那大概 两个的一个方向 当人这样子讲 对不对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哎呀 哈喽 抬起头来 看我 你有没有发现 没有人交代 那已经做错的事情 怎么解决呢 你所做错的事情 就算你悔改了 那你已经做错的事情 没有后果吗 我举个例子 仔细听 因为你非常需要很专注 我也要很专注 这否则永远讲不完 结果今天正式开始第三堂 今天如果我酒驾 我不应该酒驾 结果我喝个烂醉 结果 碰碰 撞到人 结果撞到人的时候 有一个自然的后果 就是我伤到我自己 也会伤害到别人 对不对 然后呢 完了之后呢 我还违法 我还要接受什么呢 裁决 叛行 你听懂在跟你讲什么吗 我的一个不对的东西 不只伤害了别人 也伤害了我自己 这个是自然界的后果 因果论 但是因为这个 本来就不该做的事情 我做了 我又违法 所以还有从法律来的审判 哈喽 你听懂我在跟你讲什么吗 我们讲说 那你做错了就改嘛 可是那你已经做错的呢 我们非常相信 我做对的事情 我应当被奖赏 是吧 做工要得公价嘛 对不对 我为你工作了 我做了这个事情 我做了善事 我应该要有好的回报 这是绝大部分的人 99.999的人 都相信做好事会有善报 但是都没有人要交代 那已经做错的事呢 人非圣贤 谁能无过 你不愿意接受罪这个字 那你有过 那有过它也有代价啊 Somebody has to pay嘛 你知道吗 我前一阵子 讲了一个我实际的例子 我去遛狗的时候 居然被警察抓 还开单这件事情 是我天大的一个侮辱 我人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缺陷在那个地方 从来没有想过 我在遛狗 在走路也会被抓 然后还被开单 我只是有一个很短的一个地方 一个车道 我看没有人嘛 那那边有草嘛 就跳过去 就当场被吹嗶嗶了 晚上十点多 其实你知道吗 根本是我家的狗跳的 我只是被它拉过去的 不是我跳的 要推卸责任 我就没办法跟警察先生讲说 你知道吗 我再去好好走个十次 可可可抵过这一个事情 它单开的时候就是开了 你怎么样子 你就要想办法解决这一件事情 哈喽 请你看我 我们人无论伤害自己 无论伤害了别人 都是因为我们离开的这个源头 没有人在想这个事 这个是人最根本的一个问题 然后演变出来的各式各样的事情 谁要付上代价呢 都只相信善有善报 虽然有一句恶有恶报 但是我们不接受的 我有变好 所以佛教会透过不断的轮回 我要将功抵过嘛 对不对 这辈子抵不完 我下一辈子再抵 那我可以抵个千次万次 总有一天抵掉了吧 他的问题是没有人知道 到底抵不抵得掉 到底要走几次才够 你知道有一些佛教的 信仰的转来基督教 讲一个笑话给你听 我说你为什么 他说人活得太苦了 我已经要想到转那么多次很累 你们基督教只要转一次 一次就解决 那我还是信基督好了 其实不是我们解决 是somebody has to pay 所以这边讲说 耶稣基督用他的血 各位你仔细听 我们人所行出来的这些行为 是要负责任的 他都有一个价值在那个地方的 但是这个责任 这个代价大到一个地步 圣经讲说 犯罪的工价最终就是死 我们人负担不起 所以整个福音是要讲是说 他要来代替我们承担这个价 承担这个罪的工价 也就是死 所以当我看到我妹妹血喷的时候 我就知道说 她的生命正在离开她 虽然那时候我只有六七岁 当你看到耶稣为你流血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她为了你给我把她生命给出来的 圣经说 从此你就知道什么是爱 爱不是说 I love you I love you 他到底为你做了什么 今天要领圣餐 你拿这个杯的时候 是有人付上了她生命的代价 是我们负担不起的 但是这个故事没有停在这里 这故事没有停在这边 听到 我本来我的罪 我因为我做了很多的罪行 我要付上代价 现在有人代替了 以至于我不要接受惩罚 我必须要接受刑罚 而且我可以跟这个神和好 Hallelujah 很多人就停在这里了 可是呢 他称义了 称义的意思是 我本来是被称为有罪的 现在我被宣判无罪 但是我这个人本质没有改变 所以基督徒常常讲说 Hallelujah 我得赦免了 但是人就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 到处走来走去 嘿 我是基督徒 Hallelujah 你知道为什么那个基督徒 很讨人厌的原因 就是这个样子 人家越看越讨厌 你这样子 对 白白的恩典你怎么样 嘿嘿 可是他本质没有改变 我们看下一段经文 这段经文很关键 因为他要把整个福音 讲得完全是跟下一段经文有关 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六章 第六节 来 第六节一起来念 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人 和他同定十字架 是罪身灭绝 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 就信必与他同活 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 就不再死 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 我给各位看一个图 这个图是这样子 一个水果树 上面结出各式各样的果子 它的概念 这个你就真的不要照相 麻烦你看我这里就好了 我们的果子就代表 一个人所行出来的各种的行为 宗教是帮助人改变行为 你这样子发怒不合理 不应该拿掉 你不要一直嫉妒人拿掉 你不要恨恶人拿掉 我们把各式各样的水果 把它从我们身上 因为看起来不好 不符合标准拿掉 但是从来没有人去注意 就是说你拿掉了之后 它会长新的出来 你把芭蜡拿掉 它长苹果 苹果拿掉 它长什么香蕉 香蕉拿掉就长西瓜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们有一个会长水果的生命 看我 很多人只知道说 耶稣代替我的罪行 付上了代价 以至于我不要受刑罚 哈利路亚 没有错 但是他没有看到就说 神也要借着福音 来对付我这一个人 今天的问题 不是我的行为有问题 今天的问题是 我有这样子 有问题的生命 在我的里面 你改变了所有外在的行为 你内在并没有改变 听哦 基督的信仰不是一个upgrade 我本来生活 我的生命只有20分 我现在想办法及格到60分 60分的想办法到80分 甚至有更好的一个目标 成为100分 基督的信仰 福音不是叫你 改造你 Be a better man Be a better woman 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人 不是 福音是要告诉你说 不是我外在的问题 我内在有一个根本的问题 是没得救的 所以神的判决是 要给你换一个新的 不是你手机坏的 我们要去修理修理 是他说要换一个全新的给你 所以怎么换呢 绝对谁都不能动 看我 透过十字架 他不是只是代替我们 受了刑罚 透过十字架 他要做一件事情 是借着我们相信 他为我们钉死 因着相信 我们会跟他联合 这个有点困难的一个概念 但是你只要听就好了 我只要告诉你 他做了什么 当你相信他 钉十字架的时候 你相信他 就与他联合 也就是成为 他钉的时候 我也钉了 他埋葬的时候 我也埋葬 他从死里复活 我也复活了 这叫做与基督的联合 怎么成就的呢 相信 所以当你洗礼的时候 我们在楼上的洗礼 是用敬礼 敬礼是什么意思呢 当我把你放到水里的时候 的意思是 你已经死了 我帮你埋葬 当我把你从水里 拿起来的时候 你有一个全新的生活 Look at me 看我 神不是要让我原来的生命 改造成一个better person 更好的一个人 他是给我判刑 是说 这个人没有救 所以与基督一起钉死 他给我一个新的生命 就是把这个树根换掉 所以他自己长出来的果子 就是一个不一样的果子 是因为它是一个不一样的树 这个才是完整的福音 所以他不是只有称义 听到 称义就是我本来是宣判有罪的 那现在有人代替我付上代价 我无罪了 哈雷路亚 但是本质没有改变 神借着福音 还要做更深的工作是 No 你的生命要换一个新的 所以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 跟你旁边讲 你是一个新造的人 怎么新造呢 是因为他给我一个新的生命 以至于我有成圣的这个机会 也就是称义 还要成义 也就是成圣 这才是一个完整的救恩 各位你会认为 神拯救我们 只是好让我们继续爱 干嘛就干嘛吗 这是为什么带给基督教的信仰 这么多的负面的批评 就是因为人并没有改变 一直讲神的恩典 哈雷路亚 然后他为所欲为 各位 你说我已经得救了 但是你的行为 跟你没有得救是一样的时候 你不要自欺 欺人 就是没有得救 圣经说 从一个人结出来的果子 就知道它是什么树 神是要换你的树 以至于你的生命都改变 可是呢 你嘴巴说 我改变了 可是你结出来的 人就是各式各样的罪的时候 各位 不要骗自己 我觉得人最可悲的就是 你骗别人也就算了 你还骗你自己 求主怜悯我们 我请敬拜团一边上来 我要快速的跟你讲一下 这个呢 他讲到就说 看我 那一个人呢 得救了 完全的得救 他脱离了罪的刑罚 也脱离了罪的生命 之后要过什么生活呢 大家都不能动 看我 很多人在去跟随律法 在去遵守律法 我现在没有时间 再去看那些经文了 对不起 我只能用讲给你听的 所以保罗说 他又走回头路 去照着律法去行 那他就演变成一个宗教 他说No 你有一个新的生命 你不是在去按照律法过生活 新的生命是要来按照 跟随圣灵而过生活 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我们不是来守教条 但是你说 牧师那教条不重要吗 也不是 当一个人有一个新的生命 他来跟随圣灵 也就是跟随神自己的时候 他自然而然 不会违背教条 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不一样的一个生命 然后来到罗马书的后半段的时候 他特别花时间在讲以色列人 我为什么要讲一下这个 因为有些人跟我讲说 这个以哈战争 你们基督徒为什么不说一点话 基督徒为什么可以这么残忍 我说基督徒什么时候残忍 你看以色列所做的 多么不人道 各位 以色列人绝大部分人 是拒绝这个信仰 是拒绝这个弥赛亚 他的信仰的根基是什么呢 就是摩西的律法 摩西的律法 他的精髓就是 以眼抱眼 这是什么 以牙还牙 对不对 你怎么对待我 我加倍奉还 他现在所做的 完全合乎摩西的律法 以色列人拒绝福音 保罗花点时间来解释 就是说 他这边做的解释是这样 因为福音也是给他们 因为神不偏袋人 给他们 也给外邦人 他们不要了 整个恩典都转给外邦人 直到外邦人得救的人数满了之后 圣经里面预言 有一天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当主再来的时候 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因为神最终不是要审判 祂是要拯救 阿们 但是在这个阶段 他们是不接受的 所以他要我们为以色列人祷告 以色列不是基督徒 基督徒的少到不行 绝大部分是拒绝这个弥赛亚 虽然这个弥赛亚是以色列人 是犹太人 但是他们拒绝这个弥赛亚 所以保罗特别讲 他说你们这些得了救恩的人 不要瞧不起以色列人 因为福音是从他们来的 现在恩典是临到你 不要忘了为他们祷告 所以当你看到这个世界的局势 在变化的时候 他一直是往着末世来走的 根据神的预言来走的 所以有人在跟你讲 为什么以色列这样 你跟他讲 他们需要被祷告 他们是没有福音的 我今天这样讲 不是一个瞧不起 或者是一个论断 是要告诉你 从罗马书的时候 保罗就有清楚的交代 这一件事情 我时间到了 我已经多用了时间 我要做一个结论 罗马书非常的丰富 牧师其实今天讲的 讲到一些的核心的重点 其实并没有讲到完整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 各位 神借着祂的儿子耶稣基督 来拯救我们 是因为祂爱我们 祂没有希望 我们为自己的罪 付上一切的代价 因为付不起 第二 祂没有打算拯救我们之后 让我们继续活在罪的里面 祂希望我们过一个 自由的一个生活 Amen 这个自由的生活是 不再受罪的捆绑 其实呢 人不受罪的捆绑 还有一个事情是 人不受他自己的捆绑 有时候人 很难相处 不是因为他的罪 是因为他这个人 神拯救我们 脱离罪的刑罚 脱离罪的权利 权势 也要救我们脱离你自己 怎么脱离罪 跟随圣灵 没有别的一个方法 亲爱的家人 弟兄姐妹 我讲罗马书 很兴奋 但是我不是为了讲而讲 这个是一封上帝 写给你跟我的信 你得自由了吗 还是 我们只是自欺 欺人 求主帮助我们 这个福音在我们身上 是真实的 是落实